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Odell 是時候帶大家去旅行啦 今次要帶大家去韓國濟州 Let's go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濟州鐵路公園 應該是可以踩單車 有路軌的 所以就是一路踩 然後就可以沿途看風景 就這樣啦 我們先去KKD 買了票 這樣比職場便宜來買的 它不是真的踩單車 而是這樣的火車仔 一格可以坐到四個人 然後沿著整條路軌的踩一個圈 如果遇到季節的話 會有些漂亮的風景看 不過我們去的時候就沒什麼了 周圍都是一些凋潔的草 不過也蠻好玩的 我們要踩單車啦 好啦 開始啦 很有趣的 其實這些單車是自動的 即是如果你不踩的話 它也會自己動 就當做樣子踩一下吧 它的車速都相對地慢 而且可能似司和車都比較殘舊 走的時候會發出一些很吵的聲音 不過我自己也蠻喜歡這個活動的 我們回到我們的終點了 整整條路程是大約30分鐘了 剛剛幫你拍的張照片 現在就在這裡 現在就在這裡 公園入面住一個農場 裡面有兔子啦 馬啦 公雞啦 還有很可愛的黑毛豬 是被人吃的黑毛豬 肚子真的一定要吃黑毛豬 看到他們這麼可愛 想起昨天的黑毛豬也有點內疚 另外我們看到有人買了些糧去餵生羊 我們也猶豫了一會兒買不買給他們吃 買呀?買給他們? 是呀 餵給他們吃吧 他又不眼望望 心思思 吃不吃啊? 老友 等一下買了又不吃 你們 腳很大 我想吃紅蘿蔔多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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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聰明的 丟在這裡 我們最後見他們這麼可憐 都買了一包來餵他們 引開他們 大那些 嘩 嘩 嘩 豬怎麼吃東西 你給他吧 我不知怎麼吃 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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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吃到 吃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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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濟州鐵路公園了 這個城山日出風 是一個由火山噴發完之後 被風吹出來形成的一個形狀 是天然的無家公甲 有兩條路 右邊這裡就是要付錢 就可以一路登上山頂 而左邊這條路呢 就會是 就這樣圍著 旁邊 海邊那裡 純粹是看這個山風 那我們就決定了 走左邊那條路了 今天 這裡的對面呢 就是 牛島烏島 那也很多遊客會來 不過剛剛導遊就告訴我們 如果要玩仔細的話 可能要一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不去啦 今天 今天 這裡還有一個海女的潛水表演 它每天是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今天是兩點鐘 海女就是 其實是這裡的女人 他們就會到海裡 去捉這些海鮮 所以這裡 就有一個婆婆 在賣一些即食即開的鮑魚 我想說這裡的海鮮真的很好吃 不是開玩笑 我們都吃了幾頓海鮮 所以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鮑魚 鮑魚粥 鮑魚石窩飯 這些就是 新鮮的鮑魚 現在我們來到一間非常有名的咖啡 叫做這個 Sroglipian Bakery 這間Bakery特別在它是望全海景 裡面又很闊落 裝飾有些優雅古典風 裡面的麵包放在桌上 好像展覽品一樣 但全部都是新鮮製造的 多為一些法式麵包 最出名最特別就是這些有眼的忌廉包 很多人都是為了它們而來的 包括我在內 全部麵包都是巨型尺寸的 我們最後選了一鹹一甜的麵包 包括剛剛介紹的Oreo忌廉包 而另一個就是芝士意大利包 芝士意大利包超級煙韌 芝士是布滿整個麵包 感覺和它已經融為一體 吃起來比較脆 而Oreo忌廉包的忌廉包 真的很重Oreo味 另外還帶點奶油香味 我真的超喜歡整間cafe的環境 可以一邊吃一邊看著外面的人在玩水上活動 這是我們的導遊推介 叫做Boramart 是一個村門想拍花的地方 特別在每一個月份就會開不同的花 現在我們大概4月5月 就會開一些蕎麥的小花 它有分室內和室外的花 室內的花多為一些壽球花 或者常見的玫瑰 不過全部都充滿色彩 原來每個角落都佈置得好漂亮 好有心思 難怪我們看到有些人在這裡拍婚紗相 而室外多為一些較高的花 看上去就是一大片花海 花是真的有人那麼高的 所以站上去拍的時候 感覺就是被一堆花包圍著 又到了晚餐時段 我們依然去吃韓國菜 住了幾天之後 就發現其實除了韓國本土的菜式之外 都沒有其他國家的菜式 媽媽的石窩煤飯 來到最後一天的行程 我們就來這個里湖小馬燈塔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濟州島旅遊景點 紅白馬仔相隔兩岸 但是互相對望 吸引了不少旅客專程過來打卡 旁邊是海水浴場沙灘 平日如果好天應該很多人會來玩的 很可惜地我們與這一個下雨陰天 所以都是在紅白馬仔拍了幾張照片就要走了 一路沿著海岸道路這樣走 就會來到另一個打卡熱點 道頭洞彩虹海岸公路 本身這些只是海岸道路沿岸的防護磚 但是將它游成七彩顏色之後 就成為打卡熱點 月圖還會有幾個金色的雕像 一隻藍天白雲來的話 一定認出一支好的照片 原本以為旅客區附近都會多些餐廳 但實際就是多為一些咖啡店 因為當日很大風 所以想吃一些暖夜又飽肚的東西 所以就來了這間食燒肉和鍋的一間飯店 隨便叫了泡菜豆腐鍋和蒸水蛋 吃完 哇塞吧 這個泡菜湯辣死了 我平日已經不吃辣的了 今天是泡菜 不過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還可以的 這個是一個網紅布甸 之前我在Instagram和Youtube也有看到有人推介 叫做Umu 它是有幾間分店的 我們剛巧經過東門市場附近的一間 但它非常隱蔽的 它是關了門 而且呢 它的服務就不是特別友善 不過我們就純粹買了一個 我打算試一下 它一個就7000Won 那回港幣就大概50元左右 香的 也很香 是很濃的 還有一些 木柴粉在裡面 對 不過你說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呢 它是好吃 但是是不是真的值得這個價錢呢 對 還有這個服務呢 對 我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回到第二次呢 不可能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我們來這裡是吃這個鮑魚菜 為什麼它送了一個火餅給我們的 哇 豪國就是這樣 每一次我們吃呢 都一定有很多很多前菜 不過這個 這次的一天 是零捨多 現在吃了兩天 我們的鮑魚菜 我們現在在韓國一大清早的大概5點9度 我們今天要離開這裡呢 然後回香港 完結了我們這個六日午夜的一個旅程 這個就是我們的酒店 整體來說 我們這個六日午夜的濟州之旅都很順暢 雖然都是韓國 但是和首爾的感覺已經很不同 這裡人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商業化 比較像一個世外桃園 這裡的人都很友善很熱誠 消費來說也不算很貴 飲食和交通都比香港便宜很多 唯一是如果不是自駕遊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方便 我們有兩天都預約了導遊 其餘時間都是可能搭的士或者搭巴士 不過濟州也很少會塞車 所以也不怕會浪費時間 我們整個濟州旅遊特輯就在這裡完結了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